小巷洞内拉起封锁线 现场出现大量远景 路边好几张红色塑胶椅排排站 中秋廉价烤肉业 却在这里惊喘枪响 一个人砍两把枪 进去里面开了两枪 然后从这边绕绕绕绕 绕到那边骑着机车过来这边 然后又跑进去开了两枪 嫌犯就是他穿着轻便短裤 头上确实包紧紧 当时开完枪后 因为机车钥匙被民众拔走 他直接用走的搭上计程车离开现场 台北市万华区吴州街 这间店面门口 晚间9点20分左右 多人在现场烤肉 而嫌犯当时偷戴安全帽 脸上还多戴口罩 目击者说他疑似双手持枪 一连开了四枪后逃逸 公司铁门上还留有两个弹孔 而其中一颗子弹大伤一人 目前你在看起来 是有持了一把枪 那确实是几把 我们插证之后 才有办法再确定 目前了解是口角纠纷 不排除其他是不是有债务的关系 那我们会再深入查证 被射伤的灵性被害人33岁 胯下有着微小伤口 疑似下体受到枪伤 不过意识清楚 送医之后无大碍 初步怀疑不排除 跟债务纠纷有关 警方已经扩大调阅监视器 要厘清详细案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